毛笔沾取幼彩渲染在干净的素胚上 画的是花鸟蝴蝶 品的是意境 走进陈采云老师的夏天工作室里 无处不是细腻柔美的青花丝作品 像是带有敦煌宗教色彩的悲剧 又或是朵朵亲历脱俗的青花 此外陈采云老师也把青花画风运用在彩绘衣饰上 用染衣颜料把平凡的素衣变得古典优雅 让艺术走入生活之中 而从台北市来到英哥学习的林晓慧也说 用自己手绘出来的茶壶泡茶 喝起来味道真的不一样 我们一件艺术品画得很漂亮的时候 我们都掉在那边高高在上做百事 我觉得这样子只能看了 那我们何不把说这个艺术可以带入生活画 那我们就画在衣服上面 所以才会画在衣服上面 那你穿在自己的上面的时候 你觉得说好有成就感 这是我自己画的一件作品 然后因为造型可爱 我想说这边画这个花 然后这边画一只蝴蝶 或是一只蜻蜓 以后拿起这个茶壶来倒茶的话 喝起来那种茶的味道一定更不一样 而且一定更香甜 许多人会认为青花瓷等绘画艺术很难 距离我们的生活又远 陈彩云老师表示 其实不然 工作室的课堂中 老师建议初学者 从用铅笔打稿开始 接着拿细毛笔照稿描边 再拿出笔运染 用刻刀修饰 老师很示范跑线的技巧 让作品更圆满的收尾 很多学生担心自己手抖 拉的线条像毛毛虫一样 老师说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花漂不漂亮 关键在于创作者的心境 画这朵花漂不漂亮 我觉得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你以快乐的心情 你画出来的时候 你那朵花是会笑的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画画 画出你自己美丽的新世界 做个快乐美丽女人 陈彩云老师像是小太阳一样 温暖的微笑 耐心的教导学生 成真美好的传统艺术 而老师的学生们 也低着头用心刻画 在青花的世界里尽情翱翔 方文山写下的歌词 速胚攻乐出青花 笔锋浓转蛋 在工作室里可以深深地感受到 不自觉地沉浸在青花的浪漫唯美之中 记者刘安静 刘敏轩 新北市英哥采访报道